iPhone 12终于发布,无论是数码权还是路人,大家都非常关注新iPhone的硬件,但看来看去好像只有S4和5G的加入,还有一些听不懂的影像升级。 哦,新iPhone互送充电头和耳机了,而且也没有提到高刷屏幕,反光安卓这边,今天个个都用上高刷快充。 找来找去,iPhone 12能吻压安卓的也只有S4处理器的性能,以及5G频段的覆盖了。 iPhone的处理器每年都是最强的,这点自然不用多说,而5G方面就让人有点意外了。 毕竟这些年,iPhone信号差已经成为共识了,但新iPhone居然能够支持最多18个5G频段,对比安卓完全是碾压的态势。 就比如我们印象中信号比较强的华为,其下5G频段最多的手机型号其实就是荣耀10X,最多支持9个5G频段。 而去年发布的Mac 30 Pro 5G,最多支持7个5G频段,在当时也是支持5G频段最多的手机。 不过目前5G频段上仅次于iPhone 12的其实另有他人。 今年上半年发布的Aubo 5X2 Pro,以10个5G频段的成绩位列第二名,考虑到这款手机的屏幕和快充,放在下半年也是顶级水准。 全面旗舰的称号确实非常合适,不过最近华为Mate44系列即将发布。 你们认为这次的华为新旗舰,能不能成为最多5G频段的手机呢?